各位朋友大家好,洛杉矶下雨了,这次还下的大 白天就有雨,昨天也下的有雨,今天下的还是有雨 就这么的 难得的好雨啊 今天在国内就是中秋节了,我们现在还是8月14 但是加州能够遇到雨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呀 看看 不再伞不好走啊,这种 我们看看雨景看看街景 这就是加州的雨夜 这应该是最美,能够缓解,因为前一段那个10号线 在卡巴南那边就有三火,然后有10辆那个救护车就跑过去了 所以加州的三火还是比较厉害,因为太干燥了 上一礼拜有100多度啊,你想想是什么温度 草就是让太阳照一照就钻木取火了,直接就着了 太阳能直接把它就给弄着了 今天晚上让雨水来的更多一点 让大家都能感受一下,这个很美好啊 能看到,大家能看到这个雨吗 我们是看的很比较明显 这次还下的非常大 好雨啊 加州又下雨了,这是一个最近的好消息啊 这么漂亮的消息,这么好的消息啊 这是歪里,歪里大街 看看这个风景 雨天不能开太快啊 还有骑自行车的 还有骑自行车的 这是在歪里上算是比较 比较能够见到骑自行车的 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大街 能够直接串这个华人的聚集区 一直到那个洛杉矶的唐人街 到洛杉矶当趟 这边有公交车直接通过去 这边应该是七十路 还有七十六可以通到 洛杉矶的当趟 属于大洛杉矶地区啊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这是张昂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给您带来的报道 祝大家中秋愉快 和家幸福 平平安 扎其得乐